Hello大家好,我是Emily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Natasha Dinona Sapphire Palette的一个评测 那这盘的一个价格呢 跟之前几盘一样都是税前162加币 那税后就会将近 1000人民币左右是 非常贵家的眼影了 它的盒子也跟之前出的Tropic Palette 一样都是这种硬塑料 那因为这盘是全哑光的嘛 所以它的盒子也做成这种哑光的颜色 那背面呢也沿用了 之前的设计就都是这种小洞洞 然后你可以把每个颜色都递泼出来 打开是这样的 也是有一面很大的镜子 那这盘呢是15个颜色 每个下面都标了色号的名称 它跟Tropic不同呢 就是它每隔的一个刻数 又回归到2.5克了 那之前Tropic Palette 它们每隔1.5克在网上被大家骂了很久 所以这次他们应该也算是听到群众的声音 那你就这样看这些颜色真的很漂亮 就很大自然的颜色 都不是那种色彩饱和度非常高的感觉 像是这种绿色啊黄色啊棕色啊 都带有一种土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手臂试色吧 手臂试色是不是很漂亮 但是我提前剧透一下 它们上演是另一番光景 那我们就一起上演看一下效果吧 先用这个有点带芥末黄的土黄色Tamarin 做个眼窝的打底 这颜色很特别很神奇 我觉得它就是眼皮暗沉的那种颜色 然后用这个均绿色SVANA打眼窝 主要着重眼尾 然后再把双眼皮内也都填满 这质地非常干非常难晕染 而且它就是两个眼影的这个边界 有一条很奇怪的线 这个绿色真的上不均匀 你看我眼皮继续叠加吧 只能换成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这个均绿色上演以后 它跟盘子里颜色不太一样 它会带有一种灰蓝调 那接下来再用这个稍微带一点冷调的 深雅光咖啡色SHEAR 压一下眼尾 还是这个眼影的融合问题 我这个咖啡色再上上去以后 就像浮在表面的 那晕染刷再沾取开始 这个土黄色晕染一下边缘 现在两只眼睛都有双眼皮肌线的问题了 你看这 还这只眼睛 那下眼影呢 先用这个橘色的Desert Date画满 然后再用这个橘棕色Tripe 压一下下眼尾的后三分之一处 那最后再沾取这个米白色Aria 提亮一下眼头 现在这盘眼妆就完成了 去把妆补完 好那这个妆就完成了 我先来评价一下这盘吧 那我觉得这盘的一个显色度 晕染度跟持久度都是很有问题的 特别是它的一个深色 那我刚刚画的时候 你们应该也能看得出来 特别是这个均绿色 就它的眼皮上上的时候 它很难上的均匀 而且我需要一层一层一层的叠加 然后才能有现在这个效果 那就算我涂了这么多层 它上色还是不均匀 那有些地方你们应该也能看出 还是有点白白的 而且双眼皮这边有点基线 然后它会显得整个眼皮的皮肤很差 就这样子我看 我觉得我的眼皮非常干 干裂 那它晕染度的一个问题 一个就是它字面上的 特别是这盘的这些深色 就它晕染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干 然后有点结块 就根本晕不开来 还有一点就是 当它不同颜色叠加的时候 它两个颜色的边缘 会出现一条很诡异的咖啡色的线 那这点呢 不只是我现在用给你们看的 这个均绿色的这个眼影 那这几天 我是把这每个颜色都已经用过了 还有这个很漂亮的这个蓝色 Fata Morgana 海市蜃楼 那这个颜色 我一开始也是很期待的 可是它就是烂到 比这个绿色还要烂 它也是怎么上色 它都不上色 然后上不均匀 跟别的眼影画在一起的时候 边缘也有一条很诡异的线 那像是这种深橘色 或者深紫色 如果你是用在上眼皮中 大面积也晕染的话 它也是晕染不开 晕染不均匀的 那这盘呢 只有这些浅颜色 就是还可以 但这些浅色 平时也不怎么用得到 而且我觉得像这种 哑光浅色的话 Tropic Palette 这盘里边的颜色 还有粉质都会更好 那它持久度也很有问题 那基本上都是 过了五六个小时以后 你能觉得整个眼影 大概少了三四层的颜色吧 这个绿色更神奇 它到了晚上 它整个绿掉就没有了 它会变成一个灰色的眼影 那这盘Sephira 我真的非常失望 是我用过的 它是Dinona最烂的一盘 完全不值这个价格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把草视频 希望给大家省到钱 那不要忘记点赞 跟Subscribe 我们下次见 拜拜